對 然後中間我們 因為在五年前我們也曾經在 在松岩壽表演過一場 那他也有參加表演 那現在他已經 畢業了吧 畢業了 畢業了 真的畢業了 那他已經開始在 有些劇場裡面已經開始 有他的身影出現 他有在有些人會找他 我們那個歡迎 來 見名 大家好 我是果實第一間店 我第一年來 果實對我而言 他是我人生的 對台北的初次的印象 就是我是南投埔里人 然後其實埔里到台北的車子很少 而且埔里又沒有火車 所以我們都要搭那個最早的客運到台北 然後聽說北大很遠 所以我就一大早五點多跑去搭客運 結果太早到台北了 我記得就是看著那個北車 北車的路上 然後都沒有人 然後藍藍的天 然後就覺得 哇 這個是台北 然後就一路做捷運到關度這樣 然後就去了果實 然後在果實七天 就很像 那時候是六天 對不對 第一階是六天 就六天午夜很像做夢一樣 而且我們那時候年輕人 還沒有Facebook 是無名小站 所以那個時候你看不到誰在線上 你也不知道誰今天做什麼 那很像是網路上的信件 就是誰發了一篇網字寫今天的心得 然後誰在回覆 誰什麼你都沒辦法及時的知道 所以其實那時候營隊結束的好幾個禮拜 我們都還在無名小站上面等著跟認識的那些果實們了解 那你第二年為什麼要混進來 就是因為太想念果實的那個回憶 然後剛好是家族的故事 所以我做了一個關於爸爸的故事 這樣就是重新的審視 那個今年是等於是第十次 第十屆了 你自己的感覺如何 因為你可能在裡面 在這次團隊裡面 他年紀最大的那個 你看到這麼多年輕的其他孩子 你的感覺如何 看到 我第一次真的覺得自己年紀變大了 因為我第一屆參加 我現在我十一月份才要二十五 所以代表我第一屆的時候是十五歲 那時候還算蠻年輕的 但現在就蠻不年輕的 然後看到看到十七十八歲 然後到二十幾歲 有一個好玩的事情是 現在的營隊的年齡層變得非常非常廣 對他從十五歲到二十幾歲 然後你可以看到每一個年紀的 每一個階段的同學們 有他們自己的情緒 跟他們自己的理想 還有面對的生活的問題 這樣